今天我們討論強化學習這本書的第十五章 把強化學習跟神經科學之間的一些證據 把它聯繫起來 希望今天大家在了解這一部分之後 對於之後應用強化學習的一些技術 可以有更大的啟發 那開始的時候 因為這一章節主要是講reforstening 在大腦的一個講成的系統 一個rewarding的獎勵系統 所以我們就不得不提一些 基本的neural science 那這邊沒有背光的人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 可以隨時中斷我 那我試著以我本身有限的能力盡量解答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典型的神經細胞 神經細胞因為它太特殊了 所以它有自己一個專長名詞叫neural 中文翻譯作神經元 那神經細胞有非常多種 這張圖顯示的是一個典型的神經細胞 那一個神經細胞有一個細胞體的東西 就是變一個大大的 就像一個蝌蚪的頭 然後它的前端有很多樹狀的分枝 非常非常多 但是通常不會像這張剪圖這麼短 它可能也散步得很長 這個叫做英文叫dendrite 中文叫樹圖 樹木的樹 然後突出的圖 它有一個很長的尾巴 尾巴的末端其實也會很多樹狀的分枝 這邊畫得很簡單 只有一個長長的出來 然後後面有一個 這是叫做這個長長的叫做軸圖 ASO 那一般軸圖也不會只有一根 它會在末端像很多小樹葉一樣 很多的分枝 所以你有時候看顯微鏡的神經細胞圖 有時候不太容易分出來哪邊是樹圖 哪邊是軸圖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像一般的比較高等的動物 它的神經細胞的軸圖 它是比較細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外層包裹起來的 這叫藍色結 那藍色結它有兩個功用 一個是保護裡面的這個很細的這個周圖纖維 然後另外一個功用 是會防止這個離子的露出 待會兒我們會講神經細胞怎麼傳導 在這個裡面它是靠離子電位的傳導 那因為細胞它是 膜是一個脂肪 兩層的脂肪構成的 那中間有通道 所以有像水它小分子它可以自由進出 那些離子的東西它必須要透過通道進出 那這時候在沒有任何做工的情況下 它會達到一個平衡電位 這在物理上叫做Nest Equation 那為了防止這個漏電流 所以這部分它除了保護的功用 它這樣每隔一段它就會把它包起來 那事實上電流流過來的時候 它就離子的在細胞內外的流進流出 是在這邊空隙 它每一段中間有一段空隙 所以它的傳遞有點像跳躍 那神經跟神經細胞之間呢 它並沒有辦法傳遞電流 所以它是透過化學訊號來傳遞 這個是前面的一個神經細胞 這個是一個後面的神經細胞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神經細胞 跟一個神經細胞 它中間有一個非常接近 但是沒有完全相連的空隙 這個叫做Thinness圖畜 那這張放大圖來講 我們以大腦裡面其中的一種神經傳遞物質 多巴胺、多帕密 在神經系統裡面 它的神經傳遞物質不僅一種 有很多種 多巴蜜是其中一種 多巴蜜在這邊的角色是 它跟大腦的reward system有高度的相關 所以我們這裡用多巴蜜 中文翻成多巴胺來討論 多巴胺跟一些重大的疾病也有關係 比如說帕金森氏症、精神分裂症 都跟多巴胺的缺乏有關 在多巴胺的神經細胞裡面 前面的神經細胞會釋出多巴胺 那這邊後面的神經細胞 它會有所謂的多巴胺的受體 它的接受器 那這裡呢 你會有看到另外兩個名詞 一個叫DAT 一個叫MPH DAT是負責多巴胺的再次回收 就是說它有一個回收系統 用完了之後它可以回收回來 下次可以再用 那另外一個MPH是阻斷多巴胺的回收 比如說它現在正在溝通 你當然不希望多巴胺被回收回來 所以它會釋出另外一個 類似像這個DAT的一個 回收的一個transporter的一個阻斷器 把它擋住了 就像你用樣子孔把它塞住了 那這個key就都沒有辦法回到這個hole 所以就會跟這邊的受體結合 然後觸發下一個神經細胞 產生所謂的動作電位 一個神經細胞裡面 它就會產生電訊號 那一個典型的神經細胞 它的電訊號叫做動作電位 也稱為spike 那為什麼會叫spike spike就是像一個突波突波 因為你在實際觀察 你做實驗的時候 它不會是只有單一個 它會產生連續的 即使你沒有刺激的時候 它也會產生一些偶發的背景訊號 它會產生久久 也沒有很久 它可能就每隔幾秒、十幾秒 即使你沒有刺激 沒有送前面的訊號沒有給它 沒有刺激它 後面的神經元 它也會自發性的產生一個 或一兩個脈衝這樣子 那這個電脈衝主要是靠 細胞膜內外 兩個離子的濃度電位差 一個是甲 一個是納 那在正常的情況下 一個活著的生物體 它必須不實地消耗能量 在細胞裡面 它的細胞貨幣 叫做ATP的一個化物 它是糖代謝以後 產生的一個固執 那細胞本身需要不斷地做工 那它會有一個叫做納甲幫助人 把活著忘記了 把三根 我忘了是 納甲內部 細胞內 主要是以甲離子居多 細胞外是以納離子居多 那正常情況下 沒有動作電位的時候 外面帶的正電會比較多 細胞內帶的正電會比較少 所以它的靜值的時候是帶負電 就是這邊看到了 這有個-70mV的一個負電 就是因為納甲離子 它的濃度電位差不一樣 那其實這邊還有一些綠離子 主要它是透過漏電流 靜值的平衡電位 所以在這邊它的角色比較沒有顯著 所以靠著 主要是納跟甲的 離子電位差 所以形成了一個化學梯度的電位 那這時候 前面的產生了一個 分泌了一個neurotransmitor 譬如這裡講 多巴安症生力穿入到後面 就會引發後面產生動作電位 那坦生動作電位的時候 這個納離子就會流進來 讓細胞裡面變得正的 那因為這些都要做工 所以它不可能一直持續 所以它會像一個 有點像一個很窄的side wave 一個高峰起來之後 然後就會掉下來 這一段叫做去極化 因為它原本是帶負電的 負電然後逐漸的變到0電位 然後超過 再以這個為例子 它會達到正的30mV 然後瞬間掉下來 它會掉到 比原來的靜子膜變位更低 這一段叫做再極化 然後這一小段叫做過極化 那這一段也叫做不反應期 那經過了這一段反應期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神經脈衝 跟一個神經脈衝之間 它中間一定會有間隔 在這一段期間 它是不會產生下一個電訊號 所以這一段才叫不反應期 那經過了這一段反應 重新讓細胞內外 達到靜子膜變位 又可以再繼續產生一個 Action Potential 另外一個spike 那通常你給它刺激的時候 它的產生的spike 會連續的 它頻率會很高 所以一般你會以spike trend 一個脈衝 一個鏈來撐入它 OK 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頻率是多快 頻率喔 它大概在10個minisecond以內就完成了 它通常就在可能2到5個minisecond 我記得沒錯的話 跟電腦比它算很慢 請問就是這個電位是指底下的電位 底下的電位 這個是記錄細胞內的電位 細胞裡面相對於細胞外面的電位差 請問這個膜的細胞裡面是下面的電位差嗎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這是相對的 這個平衡的時候 這個-70minivore的時候 代表它沒有產生電脈衝 這叫做靜子膜電位 細胞內是-70minivore相對於細胞外 那當它開始產生電外衝的時候 細胞內的電位就開始升高了 這一切就是相對於細胞外 剛剛有忘記提了一個 它超過了一個 它就會驅動這個細胞往後傳電訊號 就是說細胞體裡面 它超過了這個玉子之後 它就會往後面的軸突 繼續把這個電訊號往後傳到下一個 有聽懂嗎 就是我們剛剛在前面這個 它會往後傳 剛剛是在這邊細胞體產生的 超過那個細胞後之後 它就會透過一度把這個spike往後傳 剛剛有提過 對於高等的生物來講 它會一直一段一段 但是像烏賊來講 它的軸突很粗 所以它就不太需要像這樣的一個包膜 就像電力的大電力系統 它沒有絕緣體一樣 它就一度通過來 因為它不會在過程的損失 因為它比較粗 所以在傳遞的過程當中 它損失的會比較低 像這個納漢講的這些 好像咱們一樣的 細胞裡面是指上面嗎 那是介面的意思嗎 就是那是模仿 就是現在有根本 這邊你把它看成是 就是任何的指都是代表細胞內 對細胞外的電位差 對 就是這個底下這個 納納講的 這一條線 的內和外是以上 誰是內式 誰是外的 那是一層介面 沒有 細胞內外都有納跟甲 只是它們的濃度不一樣 在靜值的時候 細胞內的甲比較多 細胞外比較少 就外是下 內是上 我可以補充 它其實那個是一個胖針 插進去一個細胞 神經細胞裡面 它去量神經細胞內的電位的變化 對 所以你看那些什麼納禮子 夾離子跟你們是打開 是指說 在那個時間裡面 我的納禮子的團道是開的 其他都是關的 所以它這時候 納禮子會往外傳 所以對它這個圖 往外就是上面嗎 是這個意思嗎 嗯 嗯 它在說這層次是細胞 然後納禮子 對 對 在這裡 這只是表示一個電位差而已 你 並沒有辦法透過探證去知道 內外納甲的離子的動物 你需要利用其他的方法來可知 它其實就是表達一個就是 因為它要看那個細胞內的那個 腫瘤的增加 是增加 是增加 它超過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腫瘤的時候 它就會 神經腫節遠 你就會知道說 我的那個腫瘤的增加 負價已經超過這個腫瘤 所以這時候就會產生一個動作 動作 我今天就有出發 你如果 要看 納甲就是說 今天產生動作的電位的時候 它的 納甲的 通道 就會讓 納禮子 流進來 所以 細胞內就會開始產生正電 因為原本 納大多數都是在外面 那因為 甲跟納 它的正電內外的 在禁止的時候 就已經不等 所以外面的 總和的納跟甲 帶著正電是比較多的 所以外面 才會是正的內部是負 所以剛才看那個豆瓣就是一個通道的概念 它讓所有的那個 甲禮子還是納禮子有進來 讓它累積到那個 平衡的時候 它就會達到入水之後 它就會往上衝 然後往上衝 那一瞬間 它其實有另外一個機子 會讓那個 興奮移植掉 然後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 不知道是 就是反正它如果有一個 對 它如果它移植掉之後 它就順追往下 然後 它就會傳到下一個整體系道去 所以它剛剛那個有一個水俏的那種補助 它就是會一直 嗯 在上衝著 然後它其實就會去 超過那個水俏的通道 水俏的意思就很像是到處公路 因為我一般神經 神經的補助它其實 它可能很容易受到感染 或者是說它很 一片掉 所以那個水俏幫的補助 其實是一個跑步去弄掉 嗯 然後 剛剛那個 藍色截質的是水俏跟水俏之間 那塊黃色的補助 所以它就是像剛剛那個學生講的 它其實是一個spot 它就是把它瞬間移到下一個藍色截 瞬間移到下一個藍色截去 所以它通常都會在藍色截的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一段一段一段 一段 其中那個水俏會其實 的確的一個 你再傳遞下去 對 所以那個水俏其實是在保護它 然後它不是這樣流過 最主要是就是 跳 瞬間瞬間這樣跳 那它會依序的慢慢開 藍色截的通道 嗯 慢慢開 因為它藍色截附路在很快 所以它只有藍色截上面的通道 的遺制才有辦法交換 是這樣 對對對 沒錯 因為這樣子速度就會比較快 所以你 你一般來講 你 這個生物的進化 讓它這樣子透過這樣一段 因為只有這邊才會有離子的交換 所以它類似這樣 有點像跳跳跳跳 就會比原本速度快 那它有點像redriver 就是這一段這樣走 不斷有一直維持在原本的電位 就是我們一般 對 因為你 你走過來 因為你 你如果念過電子學 你只要有任何的阻抗 它就一定會衰減 那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它可以傳遞到很遠 那剛剛的 這個其實是另外一種細胞構成的 它也是好幾種叫交細胞 它有四五種 主要的四五種 它是其中一種交細胞 去構成這一個 它這個 叫做Maline 我忘了這中文翻成什麼 它是由在 周邊神經系統 跟中央神經系統 它的交細胞不一樣 可是太細節了 我們就不提了 所以你剛才這個圖 有表示說 那跟甲是不同的方向 那個四是不是 那出來 沒有 這邊的其實是指說 在靜止的狀態下面 納甲它有一個叫 納甲幫浦 它會把甲離子打進去 把納離子打出來 但是因為這個幫浦 它的作用會導致內部的正電 會比外部的正電要少 所以會禁止的時候 細胞內對細胞外 它是一個相對的負電的 對 就是這裡我聽不太懂 你不是打進去打出來的就是正電 為什麼這樣子打 會是那個正電比較少 因為它不是等比例的打 不是等比例的打 它好像是某一個比較大 正的比較大 對 所以它這樣子納離子進去的時候 其實一定會變得很重 某一個正比較大 跟它叫數有感覺 兩個都一架 三 我記得還要幫不是 三的納打出來 兩個牆打進去 哦 各束不一樣 所以在講 你就是說在低電位的時候 所以就是剛才那個 李博士問的那個 納就是打進去細胞裡面 對不對 然後它電位開始 納是打出細 產生的時候才打進來 就是產生動作電位的時候 它會把它 這邊 這邊 這兩個應該都是打進去吧 在 那兩個圖 哪兩個圖 就是 剛才李博士在問那個 進去還是 看起來好像是進去嘛 對不對 你現在就是低嘛 對 這是靠另外一個納甲圈 因為它在 這是 納跟甲都會 它會有兩種機制 一種是透過自有通道的 就是生物體其實非常複雜 你沒有辦法用很簡單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它有很多例外 那這邊來講 目前已知的 它有三種 一個叫做納甲方圖 它要主動做工的 一個叫做納甲通道 這個也是要做工的 就是它要產生動作電位的時候 第三個叫做 我忘了叫什麼通道 它就是可以自流流通的 那我記得好像是因為 納離子比較小 甲離子比較大 所以對於納的子 這方面 因為離子的大小 所以產生了一些不一樣 我印象通常 細節我也忘記了 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用到邦輔的時候 是不是指 細邦輪沒有打開 那有通道的時候 是細邦輪有特別的通道打開 是不是 是這個意思 它有可能因為那個 如果多巴胺的 多巴胺的 多巴胺的那個通道打開 多巴胺的那個 是多巴胺的 它其實就是 這邊 這邊是一個 其實我認為 不應該這樣講 這邊是觸發一連串訊號 這邊是告訴它 說你後面要開始做一連串的動作 這邊只是 觸發後面要產生動作電位的 開始的動作 所以不是 不算是一個messenger 才一個傳訊者 多巴胺算是一個傳訊者 傳訊就是直接插在摩上 對不對 它會插在這個摩上的接受器 那摩上的接受器 它後面可能有接一些東西 那接到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 比如說它會斷開 然後會往後產生一連串的反應 然後這反應再告訴它說 後面你要開啟這邊摩上面的 納甲通道 對 那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個 邦普的東西 就是不需要這些接受器 對不對 是直接從細胞膜就可以傳訊 對不對 沒有 邦普也是做工的 它是另外一個通道 也是要通道 對 它也是通道 因為 在正常細胞 它是半透膜 只有像水這種小分子 才可以自由通過 對 大分子是通不過的 它是油啦 它其實就是兩層油 對 然後外面是 內部是厭水性的 外面是清水性 因為今天原本不打算講太多生物學 所以並沒有弄這麼多細節的圖片 那我們一般講說神經訊號的重力 大部分是靠甲離子通道嗎 沒有 就很多化學的 共同坑賣在一起 這個你把它看成是整體的作用 就是說主要的貢獻者是納跟鉀 剛剛講還有氯 那其實有少量的蓋 那蓋在這邊不是在主要 蓋是在前面的 前面的 還是講一下好了 前面的這邊 它要釋放多巴胺 是透過蓋離子觸發的 那這邊又有很多細節 那這邊如果有興趣 我想我們可以私下討論 我們就不浪費今天的時間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神經電訊號 所以當細胞跟細胞之間在傳遞的時候 就是這樣一個接一個傳遞的訊號 那細胞跟細胞在reward system 它主要的連結是怎麼連呢 我們來看這一張書上的一個圖 左邊這個大大的這個 是叫做文鑽核 這是一個文鑽核 是屬於大腦深處的一個組織 它是一個核狀的組織 那文鑽核 英文叫Striaton 文鑽核 它在reward system 它基本上是被調控的一個部位 它跟很多機制都有關係 比如說這裡講的reward system motivation 動機 你的渴望 就是為什麼會想做文鑽核 甚至它也參與了decision mapping 做一些與決策有一些關聯 那這張圖要告訴你 整個主要的reward system 那這邊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是文鑽核它的一個速圖 就剛剛講的速圖是接收訊號的 那跟它接的這邊是從大腦提成來的 它有可能是直接從大腦提成 它也可能經過其他的中繼站 比如說四丘、下四丘等等 那皮層是我們腦蓋骨下面 大概厚度 大概六張土克牌左右的一個厚度 覆蓋整個大腦腦殼下面的區域 這叫大腦提成 那有時候叫心提成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之一 多巴胺的神經元 多巴胺的神經元 它的主要來自大腦腦幹 一個叫做中腦的區域 我想一下腦幹在我們頸椎的正上方 它的組織結構由上而下 第一個是肩腦 然後再來是中腦 然後下一個是僑腦、眼腦 有多一個小小的區域 那腦幹是非常重要的部位 像大腦鼻子 你有一些損傷 你可能只是一些行為 智力受損 像腦幹有些區域 受損你大概就掛了 或是你就變成假性的植物人 有一種疾病是你的智力還在 但是你的對外聯繫全部斷了 看起來就跟植物人一樣 有一本書叫做 潛水中語蝴蝶 就是在講這種病 它不是植物人 但是它完全沒有辦法對外溝通 所以它整個病症就跟植物人一樣 那在這裡 Reward System Dopamine Neuron 它會去調控來自於皮層的輸入 這邊就是在調整這個Reward的大小 正常的時候 比如說你的從皮層視覺訊號過來 然後經過Vegio Codes 視覺皮質然後刺丘 然後一路到蚊狀盒這邊 那你看到一些訊息 那這些訊息你會產生一些動作 那這時候它會受到 Dopamine Neuron的一些調整 這裡的經驗主角 整個reinforce 在腦部是什麼的一個作用 那這是一篇 paper 它從大腦的組織切片的一個電腦顯影 它的一個電腦重建 那你可以看到 這藍色代表 這個Dopamine Neuron Dopamine Neuron 它的軸體它的輸出 你可以看到它輸出 藍色的部分 一大片 跟這個是目標 這剛剛我們講的蚊狀盒 或是更大面積 蚊狀盒它是屬於更大的一個大腦的組織 叫做基底盒的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這接觸的面積非常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每一個Dopamine Neuron 它的接觸點 可以達到50萬個 我記得是數上講的 如果有人讀書的話 如果講錯的話 跟我講一下 所以它可以非常大面積的去影響到 它它頂的目標 這個是另外一篇 paper 我要告訴你 實際上面 整個reward system 比書上它有提的要複雜非常多 這裡有提到幾個腦部的構造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 第十四章有稍微提到的 海馬體跟記憶 還有那個導航有關的 認知地圖 這個是四丘 這個是文狀兒 文狀兒有分背側跟覆側 這是夏至丘 VDA就是剛剛講的後腦 中腦它其中的一個 就是Dopamine Neuron 它所在的位置的其中之一 這一個中文我就有點忘記了 這個是叫做福哥和王 這也是腦部深處的一個 這跟那個掌管快樂歡樂 enjoy 就所謂叫Hedonic的一個區域有關的 所以叫做 如果中文沒記錯 它好像叫福哥和的樣子 這是福哥和它裡面結構的分兩塊 你可以看到它跟這個性能和 性能和是所謂的恐懼中樞 就是任何情緒的 這邊佔很大的作用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反應 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我相信實際的作用 比這裡的圖還要再更複雜 所以我們今天只提到 只是當中 可能被研究的比較徹底的部分 或是作者比較了解的部分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神經傳遞物質 物質多巴胎一種 那這裡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這整個反應機制 黑色的 除了多巴蜜以外 也有Gaba、Gutami 這三種神經傳遞物質 那Gaba剛剛講的就是 在這邊它可以作用在多巴蜜 當作抑制 那在實驗 真正的實驗上面怎麼做呢? 這是目前最先進 已經成熟的做法 這是用光移傳學的方式 那什麼是光移傳學的方式呢? 比如說以老鼠而言 在過去細胞生物學家 發現一些單細胞的生物 比如說藻類 它會受光而激發 或是關閉它的一些通道 所以神經細胞的專家 就把它的基因定序出來 然後透過基因剪輯的系技術 可是現在一個非常PART的技術 叫CRSIP的基因的Editor的技術 把這一段給它切出來 然後把它植入到 比如說老鼠它的基因裡面 所以透過這個基因轉職的老鼠 培育出來之後 你給它透過特定波長的光 比如說我們要對神經元做刺激 或是關閉它 我們就可以用藉由打開特定波長的光 來把它打開或關閉 所以你看到它上面接了一個 就是要把它打進光 然後來關閉或打開特定的神經元 來激發它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像以前都是透過微電極來量的 微電極即使你的再精密 它也有很多Noise 它也很難做到說單一神經細胞 或是我要去標定它說 我要它那個它底很準確地去標定它 比較困難 所以發展出來的這個光遺傳學的技術 那就可以做活體實驗 那我要額外一提的是 在最近這個大概 五到十年內發展出了一個 用量子的技術 它是利用鑽石的一些量子效應的特性 它可以做到非侵入式的去量測到 中間的這個很微弱的電訊炮 但是目前這個技術還在發展當中 所以它目前看起來還很難直接做在活體實驗 它只能做離體的 所以離體實驗就是細胞是拿出來的 比如在顯微鏡下面做培養 然後在上面做實驗 不是像這個老鼠直接是活著 直接做這個叫活體實驗 這樣有沒有問題 整個實驗 是以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OK 那講完了這些基本的 Neuro Science 一些基本概念 我們來講 漸漸一些 神經細胞偏理論的東西 第一個叫做海國學習法則 Hebber Learning Rule 它有很多名稱 有人叫做Hebber Learning Rule 然後也有叫做Hebber假說 也叫Hebber Pesticity 海國的神經可塑性 很多不同的名稱 那這個在講什麼 你有唸過Deep Learning 或是Lessoning網路的書 他開頭一般都會提到這個 那這在講什麼 這個對應於神經運源數學模型 就是裡面的位置 他在講這段話 是這本書 Donald Hebb 他在1949年寫的這本書裡面 他的原文說的一段話 他講的是神經前的細胞 對應於神經後的細胞 如果他產生了這個電位 他發入後面的神經細胞 重複或是一致性的發生的話 這兩個細胞之間的連結就會加強 也是increase 他們的效率 那在被神經網路就把它減化成 他的權重強度 就是這邊的WIJ 那如果他們中間沒有這樣的一個 緊密的聯繫 那兩者的聯繫就會相對減弱 那以類神經網路 他變得權重 就會變低 甚至變成零 這裡應該很容易理解 那 除了這簡單的規則之外 那後來有發現一個 實質的生物證據 更進一步 叫做 簡稱叫STDP Spike Timing Dependent Prestility 脈衝時序相依可塑性 這在講什麼 除了剛剛講的 海膜學習法則 兩者之間要有聯繫之外 他的時間的相依性也非常重要 那這邊你會看到兩個雙曲線 這代表什麼 如果前面的一個神經細胞 產生動作電位 剛好在後面的一個神經細胞 產生動位的前一刻 兩者差距 剛好在right before 的時候 他產生的這個 中間的這個強度變化 代表會是最大的 代表這個高點 這個橫走代表前一個時間 跟後一個時間之差 那如果這在前 這在之後 他就是負的 如果是 剛好是right before 所以是負一點點 他的ΔW相對於W 會是最大的 這邊的最高峰 但是如果反過來 前面的神經元 觸發是在後來的神經元 之後發生 他會產生相反的作用 他的強度變化會變得最低 這是目前在Deep learning 內神經網路完全沒有這樣的概念 只有部分的 以第三代神經網路 這個叫做 Spike Neural Model 他有引入這樣的概念 這本書提到這部分 並不是在講這個 他提到的是另外一個發現證據 就是說 在這個基本的發現之上 有發現Dopamine的角色 他會去調節這個關係 剛剛我們有畫 我們回到前面 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個關係就有點像是 Codical Neural的輸出到 Sprite Neural的輸入 這之間的關係 他中間要Follow這個 所謂的STDP 了解嗎 那 Gudami 他這邊的角色是 等一下 我們回到剛剛的訪問片 Gudami他這邊的角色是 這一個的強度 要真正的有效 不所謂強度 就是說 這邊 這個位置 或是這個叫做 Efficiency 要真正的產生作用 會受到Dopamine的調控 Dopamine必須在這個時間點 以書上講的一篇論文 他可能可以持續到 大概有10秒左右 由這個發生之後 往後的大概10秒之後 透過Dopamine的調節 他可以鞏固這個作用 所以在書裡面 它叫做 這個 reward moditary stdp 透過reward 調節的一個 stdp 這是在大碼發現的一個現象 這樣能不能理解 OK 接下來 我們提到另外一個概念 在書裡面 好像倒數第四章 提到一個叫做 Vitanius Neuron 的一個假說 這是一個 好像是心理學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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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剛的 賀國 這個 倫英諾其實很像 賀國 他只提到說 前生因緣跟 後生因緣之間的一個聯繫 會隨著 鼻子之間的刺激而加強 那 Vitanius Neuron 的假說 他更進一步說 這之間的加強 會受到reward的作用 就是說 他們之間 為什麼要加強 就是說 他得到了一個 類似像 rewarding 就是 他長到甜頭了 所以 他會 相對於 傾向於 如果這間 他的聯繫加強 因為他受到reward 所以他的聯繫會產生正向 相對的 如果他 被tunishment 這之間的聯繫就會相對淺落 這中間 他定義了一個名詞 叫做書裡面 他也 在release for learning 裡面 他也有被 他來用 叫做algebraability trace 那這代表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 這中間的聯繫 他的sptb 的聯繫 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他其實是會退掉 他會恢復到正常的狀況下 他不會像原本被促進 那這邊的這個 hbrd trace 代表這個作用 他會 類似像一個會 detailed 一個trace 所以 中間的聯繫 他的時間 他會慢慢減落 最終 他會回到最初的狀態 他中間的效率 中間提振的效率 就會回到原點 就是 Hitanius 享樂神經元 他延伸出來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 你可以把他想像 他也很類似像 英國一個演化生物學家 Dalkins 他提出來一個自私的記憶 這個概念很像 Selfis記憶 每一個基因 他會傾向於 餵自己 這是一樣的概念 那 用在release for learning 他表示什麼意思 我們在 這個 deep learning裡面 有所謂的 weight 就是一樣 在這邊 在這裡定義 叫做long term weight vector wt 那另外 在release for learning 裡面的 Hitanius 它定義了一個 叫做short term memory vector et 這是在第十二章 他有開始 整章都在講這個內容 他裡面用到一個 參數叫做 decay the factor decay trace factor nambda 這nambda 它類似像一個 decay rate 它會隨著時間 而傾落 那這邊的這個 wait 它的 產生作用 會受到 這個et 的作用 待會我們會稍微提到 那 這個release for learning 它當中發揮作用 就是透過這邊 所謂的td error 就是這個rewarding的這個誤差訊號 在trace還沒有恢復到原始狀態的時候之前 它要去產生作用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接下來 整個release for learning 在神經科學上面的模型 我們先簡單地提這個第六章 所謂的td learning 所謂的td learning 它的公式 這裡的v 叫做value function 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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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state value function state value function 是什麼東西 state value function 是 你給定的狀態 或是 在生物體裡 給它一個刺激 在你給定它的刺激或狀態 對於一個reward的評估函數 所以你要做這件事 你做了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reward 這是reinforce learning 它的一個基本規則 那value function 就是 對於一個state 它的一個 expect 而的一個reward 一個評估 未來的一個reward 它的一個評估 這叫state value function 那 你要去 value function 的update 它的公式是 以td模型 它的公式是 原本的value function 加上 對於下一個狀態 它的評估 減掉原來的狀態 加上一個 discount 這叫gamma 叫discount rate 或者discount factor 因為這是你對未來的評估 所以它不一定會準 所以它加了一個discount factor 讓它佔的權重小一點 然後加上前面這個時間T 我得到一個reward 然後再加上一個factor 這叫做state size 第二章一開始就會提到 叫α 這個東西 第二章就會開始推倒 何謂α 整個td learning 它的公式就是這樣 那這邊backup 就是在做這個update 後面 我看現在整個圈起來 這個鍵號 右手邊 整個公式 會去更新 這個value state value function 這叫做td的backup 那它怎麼做的 比如說我現在在這個t的狀態 那我去評估 我在t的狀態 我就會得到做reward 如果我選擇之後 我選擇這個 比如說以這個樹狀圖來講 我選擇這個 節點 那我會得到一個reward 要特別注意 這邊的rt1 其實是t時間點的reward 不是下一個狀態reward 是t的這時間點的reward 它以rt加1代表 那我在得到這個reward 狀態下 我要對未來去評估 我要接下來怎麼走 所以我做了一個option 然後到下一個state 選擇這一步 st加1 那選了這st加1 我就可以去評估 這個state的value function 然後去更新 我原本的最原始的value function 因為我原本對未來的評估 其實是非常不準 所以當我做了下一步之後 我會有更新狀態 對之後 書語的專業 書語叫做backup 我就可以去預測得更準 所以做了這個之後 我就會更新我原本對未來的預估 因為我在t的時間點 我對未來是預知的 我會未知的 所以我會透過不斷的嘗試 而不斷的去更新 我對 越來越對我正非的function 我會越來越準 對 問一下 那個fee 最後那一項減掉 那個 他是在減什麼 減對上一個時間點的預測 這是我目前時間點的預測 目前的 對 因為 就是我目前時間點 對未來的評估 就是下一個旅落 其實應該算下一個旅落 不是現在 因為你做了之後 你的預測就會知道 通常 所以他是在評估 下一個cycle的預測 預期會拿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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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預期 所以 你的is better 預測 所以 所以你會 阿正是下下一個 所以你會有原 你得到的預測 跟你預期了 然後去更新 你最原始的預期 那這邊順道提一下 相對於TED Model 書裡面也有所謂的Dynamic Programming 跟這個蒙蒂卡羅的MESA Dynamic Programming 就是一次要全部都做 這一層全部都做 相對於演算法裡面 就算是 這個叫做Bread First 寬度搜尋 這是Dynamic Programming 他會第一層全部要做 那 蒙蒂卡羅呢 他會要一次做到底 他就會這樣 深度搜尋 要一次 他稱為 在蒙蒂卡羅叫做Exter 一個 不曉得Exter 要怎麼翻比較好 就是 一個疊代之後 他看到結果 最後的結果 他才能去更新這個VT 但是 TED結合兩者 所以他可以 再做一步 中間就可以去更新 你的VF OK 簡單 介紹一下TED 真正的TED 整個理論 我們就留在第六章 負責的朋友 再來提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會用到的 這一個 挖號 我用黃色 跨底線的訊號 這個叫做TEDAL 這是什麼 剛剛講 這是 對這個狀態 對未來的下一個reward 的預期 跟下下一個狀態的預期 它的一個Decay的差 加上 做了這個狀態之後的reward 這整個叫做TEMPOR DIFFERENCE 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誤差訊號 那透過誤差訊號 我可以不斷的 疊代來更新 修正 我的預期 這樣懂不懂 所以對於神經系統 大家也會用到 這所謂的TEDAL 那 我們回到 一些 名詞的定義 這裡定義的叫做 REENFORCEMENT SIGNAL 那 reward 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概念 叫做 reward 那 reward就是 你做一件事 你得到的獎勵 那 對於這裡 它是 一個叫做 reward 就是 你得到的一個整體的報償 那它可以是正的 也可以是負的 它可以是 pardly 或是 neptic 它可能就是punishment 那 跟 reward 跟reinforce 有什麼不一樣 reward 是最終你得到的一個獎成 那 reinforce 是 在這中間的過程當中 它的一個改變的差異的誤差訊號 這個叫做reinforce 所以 這邊有一個名詞叫做reward prediction error 所以它就是一個強化的訊號 所以 它就是一個強化的訊號 我們剛剛在裡面 reward signal 是後面的這一部分 整個的 是一個reward signal 當然你也可以說 你已知的reward signal 是這個 整個的是 你已被預測的reward 那 那 這邊的是reinforce the signal 的 error 中間的一個 error 我想問一下 那個 對現代時間的預期 跟sine的時間的預期 就是 上面那個 第二 這個sine 對 這個sine 為什麼不是 前面那個gamma 乘上後面兩個 跨前 而是 而是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其實我最不懂的 因為這個 後面那兩項 為什麼 不是gamma 乘上 跨虎 這兩個東西相解 哦 這個應該是錯了 應該是要刮起來 應該沒有刮起來 應該沒有刮起來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 要 為什麼是沒有刮起來的 哦 因為 這邊沒有刮起來的原因 因為這邊是 你 前一狀態的 你已經評估過了 對 所以 你比較有把握 所以 其實這邊 我覺得有點見人見智 可是 因為這是 你看嘛 這是T時間點的 那 這是 前面一個時間點的 Value 所以其實相對 是已經很準了 所以 你不需要給他一個 Discount 但是 你 接下來的 下一個的 Value Function 其實是 位置的 所以 位置的東西 所以你要給他一些 Discount 所以他在這邊 有 這邊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其實這比例是可以調整的 如果 因為你說會有 程度 位置程度的差別 因為 這是一個工程的模型 他不是 非常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所以他是去 密成說 這樣的一個狀況 怎樣才是合理的 一個推論 還是他其實是把 上一個時間點 當成一 然後前面是一 因為他是 以 T時間點為單位 那 既然你是在 T時間點 前一個時間點 那東西 你當然是已經已知了 你的評估相對的是準 然後你要看 跟已知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說 你是算T加1 那當然你這邊 就需要括號 因為 這些都是 評估的 就有點像 上面的 有沒有 那這邊會有 這個 應該是反正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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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看這本書 最不懂 其實我兩個時間點 不懂為什麼他說 不好意思 沒有 他說他兩個時間點 跟下一次他出來的 兩個是一樣的 只是 只是為了搭配 這一步跟下一步而已 這邊為了搭配 這邊定義是 T 然後因為 ΔT 減1 是 T時間的Δ 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兩個並沒有不一樣 剛剛那頁只講 T加1的狀態 對 對 對 但是剛剛討論說 因為我已經是要散一步了 所以 我可以 不用衝 不用參與別鋼 可是這邊 這邊不是T檢 可是它是T加1那邊的車 T加1還是下一個 對啊 還是下一個 那只是 這邊是下一個啊 還這是我現在的啊 可是 只是T加1 是跟他所謂的散 對 這只是定義上的不同 你要看這裡 在書裡面的RT加1 代表現在時間程 T的Reward 所以T是現在的 了解喔 他只是他寫成這個樣子 對 因為這兩個時代 是從不同Source來的 這個是從那個 Deep Learning那位大師 他在投影片 所以他 他兩邊書有一點不疑 是跟他的概念是一樣的 我的問題其實跟 是 是一樣 我就是 我可以 就是書上也是寫說就是那個 成鋼嗎 是因為他是對未知的VST 去做一個Discount 可是為什麼 成一個Comma 就表示做一個Discount 這個動作的 邏輯性或理性上 相當於歷史 你把他講成歷史 就是未來的錢 你要 你要乘一個歷史 要乘一個利率 才會 款回來 成為限制 好像也不是 是小一 剛剛把意思是一定要小於一 才會合理 對對對 是小於一 是啊 是啊 就是你未來的一百塊 現在一百塊不等於未來的一 你如果有念前幾章 你應該就會對於這一面的這個 Gamma 會比較有感覺 他其實 那數學是展開要寫得很長 就每個不夠的狀態 那因為 這邊用到很多前面的 如果我把前面的 都拿進來講 今天都講不完 你說起碼Gamma等於可以包含 剛剛那個的配子 可以包含健康 其實在於 這一章裡面 其實在後面的一些實驗 都直接把Gamma設為E 來簡化 好像有一些是 Exotic 就是那個 好像那個Gamma 可以變成1E之類的 對對對 它最大的值其實就是E 它是小於等於E 抱歉剛剛沒有提 所以反而我以為它會變大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這裡有名詞的介紹 Reward Petition Error 它指的是 Expect 跟收到的Reward之間的不一樣 它的Difference 那TD Error 指的是 現在的跟之前的Reward 定義 它是其中的一種情況的定義 所以你可以把它兩個 其實把畫上等號 TD Error 其實就等於 這個Reward Petition Error 那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非常簡單的問題 就是R個V 我剛剛有個搞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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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